大家好我是阿天 今天是2020 11月16號 晚上已經10點半了 那這個31-4推完之後呢 後來呢先鋒服有一個更新喔 但是第一個是樂更 然後後來又更新的11枚左右吧 那並沒有信件喔 然後我想說是不是跟這有關係呢 然後我又推了一個31-8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 好31-8那第一關看不到 但是第二關依舊還是國王反傷 那就如同我說的 我這個 當時我要推31張 我的目標就是要把國王升到30級喔 專武30 31-4也用國王反傷其中一關 31-8也是國王反傷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國王反傷的紀錄 抱歉依舊是錯的 這一關是 這一關還是第一關 這一關還是第一關 對還是錯的 OK還是錯的 好大家無詐天 這個影片的後面呢就是我又推了一個小關喔 那我順便來說一下現在小關怎麼推 基本上那個 戴蒙 專武20上神話之後呢 也幾乎是人擋殺人喔 那這個是埃隆老鷹 但是配一個這個戴蒙 反正戴蒙怎麼配的好用 那這個所以說在31張的推一關的應該是沒有什麼難度了 連續推兩關的其中有一關可以用國王反傷的話我也會用國王反傷 但是呢因為這個問題還沒有修正的話 我暫時這個先鋒斧我就不推圖了 不然這個紀錄 就變得是說我要全程錄影然後再把他撿進來蠻麻煩的 所以說等到這問題修復之後再錄吧 不然 就算他的問題修復了 怎麼說呢 因為現在是 只看到一關嘛 看是不是可以跟之前一樣 你可以一關一關的切來看喔 那總之就是我們先來看一下這個31隻9吧 好這是31隻9 就是普通的關卡 然後重新來看好了 然後這個是一個埃隆老鷹隊 然後只是說前面擺一個 羅萬跟這個戴蒙 羅萬因為現在只有一關嘛 所以就把最強的角色擺進來 戴蒙 然後再放一隻羅萬 然後埃隆老鷹隊把他吸過來 怎麼樣擺都好用 所以大概推單關的話應該是沒有什麼問題的啦 吸的亂七八糟然後這個戴蒙又開大 然後又吸人家攻擊力又吸人家防禦力 這樣子 戴蒙又開大 簡直像神一般的存在 耍 戴蒙全全到肉 OK 紀錄就這個樣子喔 戴蒙能坦能打 傷害力是最高的 好那影片就到這邊喔 那接下來我應該 應該就是 就是等到這個問題修復之後才會再繼續推圖囉 好那影片就到這邊有 謝謝大家觀看 我是阿天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抱歉那個最後面再附上一下 剛剛過關的這個 角色的資料 埃隆是那個號角 埃隆是號角 然後羅萬也是號角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這個老鷹 老鷹跟那個薩菲亞都已經鑽上新的神器喔 那個充盈法典 所以可以看到說他們開大速度就會變得比較快 都是新的這個神器充盈法典 然後我們再看一下 超級暴力又很坦的戴蒙 戴蒙是給他裝備這個磐石之飛 這樣子 然後再來看一下這生命之樹是長這個樣子 OK好拜拜